多说昨天统计局的说到GDP它还涨盲4.5%是什么 诸侯爷没打涨投资也能那样 这里边关键是消费 这里边 钱一阵干嘛呢不就是中国消费不行吗 9月底的政治局会议都是要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 三中全会说什么都就是刺激消费吗 最后庆公公出来的消费 形势一片大好 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3.3% 网上销售额增长了8.6% 前三个季度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7% 包括消费品和服务把这都综合起来的国内消费同比增长了4.9% 他说的GDP是多少 这4.6原来认为是消费把整个GDP给拉下去了 现在是消费要拉着GDP往上走 你猜4.6我4.9 等于是你们其他方面拖后腿不是我 吃到这么一个地步了 那你要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你还刺激什么呀 最近不是一直说中国的消费低迷怎么也不行 想了半天最后不是 我们消费很好 这各方面的都没问题 最后一看这增长把人给吓坏了 对方人不是比了一下吗 看这个太有意思 前九个月美国的消费比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9% 中国是增长了3.2% 前九个月比美国高0.3个百分点 商品的零售总额美国是增长3% 中国比美国多增长了0.5%和百分点 零售总额我看美国是5.3% 零售不是单颖 美国在增长了5.3% 中国增长了6.2% 比美国增长还超过了0.9% 说美国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消费市场 美国的消费占它GDP的将近期一场 是一个明显的进口大于出口的一个净进口国 而中国明显是出口大于进口 是一个净出口国 美国是消费大国 中国是一个消费弱国 这是明显的一个给我们以往的印象结果 变了 算下来的账 前三个季度中国GDP 这不是算一大一个组数位吗 最后换算成美元的话 是13.36万亿美元 那前三个季度美国的GDP呢 是21.29万亿美元 那中国的GDP是美国GDP的62.8% 还有其中三分之二 那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 刚才这算他自己的数吗 统计局局同志们辛苦了 换成美元是4.97万亿美元 美国是6.35万亿美元 那中国一到九月份的零售总额 是美国的78.3% GDP是美国的62.8% 消费是美国的78.3% 消费比GDP生生多出15.5%的百分点来 好家伙 中国这个消费大比美国利益还太多了 远远的超过了GDP的比例 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不就是刺激消费 然后卫生买东西 你的CPI PPI都在下降 企业利润也在下降 关键是消费不行 大家都存钱不买东西吗 结果现在整个耗费的增长超过了那一波 在GDP的占比 或者是他美国的直接比较 远远的超过了GDP的占比 这在全世界我也没找到第二个国家 说到整个4.6的增长 这也太夸张了 作为世界前十 前五的大经济体 你也是世界No.1了 第4.6是美国GDP增长的几乎是两倍了 这么好的成绩 那我好像也不怎么高兴 背骨也没怎么长 那怎么刺激也不管用 所以说整个这个4.6 这么高的世界No.1的一个GDP 你看他政府搭了这脸 忧心忡忡的 还在想各种大招 在放什么赠为他们的政策 你说他编给 那比辽斋还要惊悚了 真的是太出圈了